中華家府李小保護委員會 在1月23號 基本第十八次第十九次主任委員告知電禮 由世登煌接下第十九次主任委員的黨黨 他希望李小保護的工作可以持續來推動 讓孩子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來生長 在中華館中王妃美的感到之下 第十九人主委 世登煌 為前主委 蔡文睿 手中 再過主委的應醒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縣長 新智皇縣長 新智來接加 有過去主委的基礎 加上我們施主委他的一個用心 我相信一定也能夠來 照顧我們更多需要照顧的小朋友 今天也是我們很多的這個積養家庭 跟我們小朋友一起過年前回來回爐 我還是要再次的謝謝大家 孩子沒有選擇出生的餘地 我們幫助一個孩子 他會變成我們社會利物股很好的一個 這個光明面 如果我們有個孩子 但是密失掉了 有可能就是增加社會未來的一個負擔 所以我在這邊真的很感謝 很感謝我們家福中心 在王主任的帶動之下 我們所有的社工朋友們 我們所有的主委們 大家真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特別謝謝我們有67個我們的寄養家庭 這些爸爸媽媽 給你們好好的這些孩子們 讓他們能夠免害怕 有辦法繼續向前走 讓他們好好學習 有辦法跟人家批評 未來他就有辦法 帶我們這個社會 說得更多 心靈主委施登黃標思 自小孩雖然家境不好 北部不斷跟他做人的腳踏實力 他們處在現在 需要收藏到穩定的東西 也開始回家社會 帶來離小的保護 我很高興能接任第十九屆 兒童少年保護委員會的委員 的職位 但是我會貶得我這 蔡職位的精神 後兩年我會認真的去做 我該做的責任 但是還要說 我們要盡量就 善緣廣進自家福 謝謝 中華家夫 李董少年保護委員會 生理到現在已經30年 任務就是在關心受到劣態 省省 去用幫忙 頂頂的李董少年 平時在關懷的方式中 甚至安排行用的東西 讓這些小孩 知道也許有人在關心 平時讓他們 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生中 新中華新聞 李明洪和美 彩虹報道